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喝水 坐下 局长 你今儿有点不太对劲呢 怎么不对劲了 说不上来 就是感觉客气得有点过头了 你看 还一直笑 笑得我心里是发毛 看来啊 这直觉这东西还是很准的 行 不给你绕圈子 给你直说吧 我呢 想让你 应聘那个没码头的总经理 谁啊 我 对啊 你啊 你可别逗了 你开玩笑的吗 局长 我之前都是纸上谈兵 我没带兵打活仗 不是 你看我的样子 像是跟你开玩笑吗 我思来想去啊 这个总经理的位置 你真得试试 我让你当这个将军 你可别让我失望啊 妈呀 局长啊 你也太抬举我了 一年一千万吨的重百量 这 这不是闹着玩的 这没有金刚钻 谁敢拿你的死心活啊 所以啊 我希望你挂这个帅 要我看啊 你手里就握着这个金刚钻 那贼 嗯 来说 据说这个江河呀 是真能折腾啊 要搞什么竞拼 你 他非拿美码头开刀 这说明美码头 举足轻重啊 陈经理 你应该感到荣幸才对嘛 老爹 你就别拿老哥开心啊 我瞅着呢 有什么好瞅的 他江河不让咱们好过 咱们也不能让他安生 说实话啊 前些天 我就料到你会有重拳出来 美码头突然换将呢 也在我的预期中 但是你突然让我参加竞聘 你这有点太不安常规出牌了吧 这常规不就是用来打破的吗 嗯 而且这深化改革 就是 创新思维 这不是你在一篇文章里自己说的吗 哎呀 局长 我谢谢您还记得 这不打破常规 怎么能有思维创新 我让你竞聘这个美码头总经理呢 那也是因为按照常规来说 觉得那个码头 根本没有率先突围的可能性 你要具备这种创新思维的能力 你怕什么 首先呢 我得表个态 不管我参加竞聘 我都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但是有些话 我得跟你说明白了 美码头可是咱们东江港的经济命脉 现在美码头情况那么复杂 一旦失误满盘结束 你就敢把这么大的重任交到我手上 我怎么不敢 我以前可没具体接触过业务啊 不就是一千万的总转量吗 没那么遥不可及 我给你算一算 你一听就知道了 来 主角 嗯 这一千万吨的中转量 可不是一口气垂出来的 没长得三头六臂 谁敢借这个汤山芋 嗯 我看谁敢借这个经理 嗯 说的 有点道理 我看这个江河啊 开场楼 好敲 受伤心难唱 嗯 不过老陈你 光这么抱怨 没 没有用 精品的事你得 动动脑子 出去 嗯 我能有什么办法 啊 你看你那没出去的样子 这有什么难的 我是光脚不怕穿鞋的 你们看着啊 我要敲锣打鼓 给他江河唱出好戏 不畏强权 永不言败 永不言败 嗯 精品会上 我为你们雷鼓助阵 啊 摇起烂案 好 之后成功了 我给你们清空 主角 你瞧好吧 叔 这事包在我身上 好孩子 干 干 来 那个 服务员 买单 好的 再 再拿三条软中花 哪干屁 摸啊 回来 回来 不是 以前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今天是朱举自己掏钱 请我们吃饭 你醒过来 没 喝喝喝喝喝喝 也不要了啊 好的 记得给我们打折 一定 不打折以后不来了啊 是 去吧去吧去吧 来来来来 没事 干干干干 事成之后别说三条了 三十条 叔叔都买得起 是吧 叔叔不心疼 是吧 海涛啊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你前两天不是还担心 你那个船队的出路吗 你要是当了美码头的总经理啊 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 我那些手下能力是差点 但是投你一票的胆量还是有的 到时候 就把沈银薇给拉下来了 不是 叔叔叔叔叔 您 您可打住吧您 您不能为了打一只狼 就搭上孩子吧 嗯 风秋萍罹难了 这等于阳山没矿呢 人脉就算是断了 那赵大夫是什么人 您比我清楚 关键说他能靠得住吗 这个时候 您让我完成一千万吨的煤炭中转量 岂不是吃人说梦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叔 您现在应该做的 是放平心态 韬光养晦 说得轻巧 让沈银薇一来霍海的东江港 我的心态能放平吧 叔叔您别着急啊 您想啊 这事它是江河里听的 那谁说什么都没用啊 您得往后想 您得往后想 他沈亿薇 一届书生 只有在机关工作的经验 他懂什么业务啊 没有在分公司摸爬滚打的经验 他就想一年完成 一千万吨的煤炭中转量 做梦 我秦海涛都不敢做这个承诺呢 他凭什么做 再说了 廖汉忠 他在离开东江港的时候 立事断交 没了崖山没矿 他任务完不成 他就自然下台 您哪 作弊上官 等着他再跟头吧 我就这么看热闹 治东江港的利益于不顾 我做得住吗 您这回可真得做住了 您想啊 江河干这个一把手 是市里任命的 您在刚开始用人的时候 就起反对意见 不合适吧 还有 您说您反对他用沈亿薇 那知道的人以为您是 维护集体利益 那不知道的呢 以为您公报私仇呢 这样收人仪秉 对您不好啊 算了 听人劝吃饱饭 你说的也有道理 这个竞聘啊 不参加就不参加了 笑看风云 陌生嫌弃嘛 说得清晓 这往后你的业务没了 来公司倒了 还笑看了 我看你哭都来不及 我这也是实演命演嘛 那你说谁知道方秋平 他这时候出了事呢 我这两天一直在琢磨 要不 我还是捡起 外公传给我的本事 我搞古董生意吧 也不是不行 你从你外公那儿继承的本事 这么多年来也没有荒废啊 好 来说 喂 姜涛 怎么了 喂 嫂子 竞聘那事你知道吧 我知道啊 我是想的 如果我去精进 你觉得靠谱什么 可以啊 我觉得你那么有想法 应该去试试 我们集团当然可以支持你了 太棒了 嫂子 但是 你觉得你哥那边能统一吗 我 你太陷阱着意义了 我打电话给你 就是想让你帮忙呢 这样咱们择日不顾双日 你带上磨磨 我一会儿打电话约我哥 咱今晚啊 咱妈家一块吃晚饭 怎么样 行 那就这么定了啊 嗯 一会儿见 拜拜 硬屁没码头经理 叔 您说的孟建荣送给您的 就是这个瓶子 他不是送给我的 是赔我的 赔您的 前一段他到我家来 打瘦了一个瓶子 我说碎了就碎了吧 也就是几百块钱 在摊上买了一个宴品 他偏不非要赔我这么一个瓶子 那他跟您说了 这瓶子值多少钱了吗 他说不值钱 房品还抓了一个瓶子 他说让我好好摆着 我这心里没底 怕他搞事情 就把您给叫来 你帮我看看 这瓶子是贵重物品吗 叔啊 他这是对您有所求啊 嗯 您可得好好把这瓶子保存好了 我看 少了一百万下不来 是吗 嗯 怪不得孟建荣说 让我好好保管这瓶子呢 还说好不容易找来的 这个孟建荣 可不得孟建荣 还不是 还说不得孟建荣 我不是想去做 我做了 做起事來 一向很得體 可是這件事情 我得好好尋尋他 這不是公開行賄吧 不行 我現在就給他打電話 讓他把瓶子拿回去 叔 別著急 這事你就甭管了 交給我辦就行了 我替你把瓶子還給他 另外 叔 我得提醒您 您是一位領導 他是個商人 老讓他來家裡不好 容易遭人說閒話 來 小叔 你給爸爸打電話 他說什麼時候回來呀 每回給他打電話 他說的時間也不準啊 你餓了嗎 餓了吧 墨墨 是不是餓了 來 你先吃 不要 我要等爸爸一起吃飯 對 好 等你爸回來了 嫂子 一會兒我哥回來了 你幫我多美言幾句啊 不然我這心裡真沒底 放心吧 沒事的 你別緊張 就按我剛才教你的說 尼科肯定會支持你的 我感覺他心裡邊 可能有別的人選 但願這別是真的 小桃 你們這說什麼我不懂 但是啊 你千萬別為難尼哥 尼哥這港務局局長啊 擋得不容易 媽呀媽 您要是不打算幫忙的話 也別跟著幫倒忙好不好 這我臨上陣了 您怎麼能滅我的威風呢 媽 你別擔心 有我們集團坐後盾 支持他呢 再說了 我覺得小桃有這能力 肯定能幹好這個職位 我們是光明正大跟人競聘 誰也受不了什麼 你說這話呀 我就放心了 媽 你放一百二十個心 不光不給我哥添麻煩 還是想跟他號召 我幫他開展工作呢 對 爸爸回來了 爸爸回來了 爸爸 你回來了 哥 怎麼還不吃飯啊 等你的 等你嗎 說著不等我嘛 快吃吧 快吃吧 得等 一定得等 來 餓了吧 快吃吧 哎 薇薇 對不起啊 我上個禮拜 搭樣帶嬤嬤去玩 又爽約了 沒事 知道你公務多 理解啊 你都習慣了 嬤嬤 快點吃 趁著爸爸帶你 出門 好 哥 回來這麼晚 又開會了 嗯 競聘的事 正式通知你啊 我也要競聘 你競什麼聘啊 總經理啊 不 你起什麼哄啊 你這當助理 還沒幾天 怎麼都惦記上總經理了 我還不知道你 眼高手低 你還把你的一目三分之 給顧好就得了 哥 你瞧不起人了啊 是誰說的呀 面向全社會招騙 完成一千萬噸轉移量就行 我說的 怎麼呢 你能完成啊 你跟我說你詳細計劃 江河 是這麼回事啊 我們集團呢 打算跟牙山煤礦合作 我們在港口不是也有股份嗎 我們集團就希望這雙方啊 能有一個更長遠 更穩定的發展 也幫你們港口跟人牙山煤礦破破冰 這小濤正好想競聘 我就想幫他一把 以後 我把牙山煤礦的資源拉來 一年一千萬噸的轉運量 不成問題 那好啊 你要真能幫牙山煤礦 跟我們把關係緩和了 那我還要代表港務局感謝你呢 不過話說回來了 你這事不還在運作當中了嗎 後面情況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呢 你拿這個資源去競選 那不還是空穴來風嗎 哥 怎麼是空穴來風呢 嫂子這麼大 丁氏集團你別說 我沒什麼呢 我嫂子什麼 丁氏集團在這眼世界上 不能公私不分 維維 我勸你 你慎重考慮 我們怎麼就公私不分了 我覺得小濤挺合適的 很有能力 他要是當選了 我們集團一定支持他 我們集團從來不會公私不分 好了別吵了 這好不容易 這好不容易大家伙凑在一塊兒好好吃顿飯 炒什麼炒 有什麼話 回頭再說 先吃飯 好 吃吧 來了 好 好 好 你幹嗎 好 好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諸位 你們先坐著啊 我去接個電話 算了吧 快點回來啊 來 喂 海濤啊 你等一下啊 喂 海濤 你有什麼事啊 孟总 你给我叔叔送的花瓶 我看到了 很用心啊 我看少了一百万下不来吧 海涛啊 你可真是慧眼如距啊 武安这方面 你绝对是行家 孟总 先别着急夸我 我告诉你 我叔叔可是生气了 他说了 你这是公开行贿 对 让我把这瓶子给你还回去 别啊 海涛 这可是和我一番心意啊 前居要是给我送回来了 那我这心可就伤透了 海涛啊 你得理解我 我这不也是着急吗 我理解 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说把事情都做得这么明目张胆啊 就没意思了吧 这个 你看 不然我怎么办呢 海涛啊 公司等米下锅 我是真着急啊 我现在整支船队 马上就要没事干了 你说我能不比你着急吗 听我的 小心谨慎 莫要慌张 好好好 不活 不活 我向你学习 这就对了嘛 孟总 这些年呢 但我叔叔还是很看好你的 该帮的一定会帮 对了 这瓶子 送回给你也没什么用处了 我正好喜欢 要不 我留下了 这赶紧好啊 海涛啊 你看 我也不懂行 是吧 这理由送不出去 你要喜欢就拿去吧 回头一百万打到你账上 不急不急 不着急啊 海涛 那就这么定了 好 江河 今天的事 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有要插手你们搞 我觉得内部事物的意思 我就是单纯地想帮帮江涛 当然了 最重要的是想帮帮你 我明白 你的心意我领了 但我觉得这江涛 真的不合适这个位置 江涛在美码头工作的这几年 其实积累了一些经验 他有他的能力 我对他又熟悉 我觉得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总不能因为 他是你弟弟 就连竞争的机会都不给他吧 这不公平啊 身为领导 你也得明白 多给下属机会 下属才能回报给你惊喜 薇薇 这么多年 你变了 看问题 演技更宽阔了 是吗 年纪大了 想想前几年 看人看事 还是挺狭隘的 我以前看你 满身的毛病 给你哪儿都不满意 现在想想 我那个时候 太钻牛角尖了 过去的事就算了 不要再提了 我也有我的错 你啊 不要总把年纪挂嘴边 要我看 你现在看起来 比以前还年轻呢 真的吗 如果你要是 以前就能像现在这样 多鸿鸿 我们也不至于分开了 你把控调关小点吧 孩子 睡着了 好 大家已经听清楚了啊 如果没有人竞聘 陈经理留任 如果竞聘人的这个理由不够充分 没有得到局党委的认可 那就维持现在的管理层 格局不动 下面我们就请各位通过 资格审定的竞选人 上台来 进行各自的竞选演讲 有请第一位竞选人 陈一斌上台 喂 丁董 现在竞聘会已经开始了 现在是原来美码头的 陈经理在竞聘 我知道了 等一会儿江涛上去竞聘的时候 你得把咱们集团 大力地支持他一下 我明白 又有结果了 马上告诉我啊 丁董您放心 这边又有结果 我第一时间就跟你汇报 好 以上就是我的竞选方案 我只想表明一个态度 没码头没碳中转量 连年下滑 我作为分公司的一把手 心里有愧 如果局党委信头过我 让我继续干 我力争明年达到 五百万吨的中转量 再多了 是我吹牛皮说大话 如有哪位能够达到七百万吨 我主动让闲 七百万吨也是一个 了不起的发展啊 这等于是 今年的基础上 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啊 稍等一下 秦局 我们党委会不是通过了 这个竞聘规则吗 一年一千万吨的 煤炭中转量 这是一个硬性指标 这七百万吨 就免谈了吧 江警长说得对 没有这金刚钻 就别懒着瓷器活了 玩不成一千万吨的中转量 你就别在这儿废口舌了 玩人吧 不改机包了 下一位精品者 海颜 他怎么又来了 海颜 你要竞聘这个总经理呢 你一定要先说一说 你有什么措施 可以完成一千万吨的中转量 好 各位领导 各位同志 我海颜 竞聘演讲 很简单 一 挖掘内部潜力 提高服务质量 二 外部 加强竞争 争取更多货源嘛 对不对 来 我在商务处 这么多年 谁有我的客户资源多呀 我要是完不成 没有哪个可以完成的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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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话说得简单 但是你们自己想一想 谁竞聘 离了这两条啊 别竞简花儿不实地说啊 一千万吨 两句漂亮话就完成了 那我也行 是不是啊 海颜 你这是在竞聘吗 这是搅局吧你 是不是啊 这也太儿戏了吧 大家不要看不起人嘛 俗话说 出水才看凉腿泥呢 咱们休后算账吧 我明年 要是完不成一千万吨 你们可以拿我试问吧 怎么试问法啊 免我职呗 免你职 你已经不是处长了 还免什么呀 我看呢 你就是不负责任 尿挑子 是不是啊 这哪儿是玩儿呢 哪来那么多话 你 就是啊 帽子 我也打 就是啊 这瞎帽子 我也打 我再强调一下 这次竞聘是有条件的 一千万吨的中转量 是要迁进目标责任书的 不是开玩笑 所以对于竞选者个人来说 这是有风险的 江局长 宴请客户你不干 工资还扣发 这活谁还敢接啊 谁接 那不是脑子进水了 是啊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看谁有本事 来接这个烫手的山芋 我呀 各位领导 我竞聘 是 下面有请江涛上台 谢经理 今年秋拍 有什么特别的拍品啊 今年有几件拍品的品质 还是挺高的 只是这压场的大劲儿呢 目前还没着陆 这不 我就盼着丁总林啊 手里有个好东西 也好给咱们啊 拆下场 陈总 我今年啊 只入不出 好 丁总 领这边去 我来先表个态 我在此郑重承诺 一定完成每年 一千万吨煤炭软鱼量 请各位领导 同志们 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可以把 我们的煤码头搞好 好 大姐啊 江剧长搭这个台 是为了给他弟弟唱戏啊 真是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啊 你别说这风俩话啊 举钱不弊亲 再说了 这竞选规则 大家都已经通过了 他既然符合条件 就可以参加竞选吧 郑刀啊 你既然这么有信心 慢慢说说你的想法吧 好 你等我慢慢说 继续吹 丁总 这是永兴下半年的拍卖目录 您过目一下 就这些 对 是的 离开港口的这些年呢 我一直在做物流生意 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人脉 未来港口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我想 一定是一个全物流的概念 咱们东江港之所以现在落后了 就是因为这一点没跟上 那么现代的物流 经营模式又是什么呢 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电力企业 它是一个体量非常大的集团企业 煤炭的生产企业 也是体量非常大的 我们来靠什么 把这两头抓住呢 你别放屁啊 一定不是简单的中转运输 一定要靠 数字化信息技术上 我们为他们提供 全程的优质的 个性化的服务 一定是服务啊 这样才能给我们的利润 创造最大的空间 来 谈个号 另外呢 我本人呢 和丁氏集团 谈过一个合作思路 丁氏集团会利用他们的影响力 资源 帮我们煤码头 和各个煤矿企业进行对接 促进我们的合作 所以说呢 这个货源既然不是问题了 那么一千万吨的转运量 自然也不成问题 是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靠 裙带关系吗 是啊 我要是 能有这么一个 嫂子 还是前嫂子 别说一千万吨了 两千万吨我也能完成 有意思啊 有意思 有意思 绝对有意思 好 我来说两句吧 我觉得姜涛很有潜力 他在咱们港务局这么多年 工作经验呢 非常丰富 对美码头又很了解 最重要的一点是 有丁氏集团的这支持 这个助力可是谁也比不了的呀 所以 我投姜涛一票 我有意见 姜涛同志 你刚才的竞聘演说呢 很让我惊喜 这说明这么多年 你在外面闯荡 没有白费 但是啊 你说的还都是太流于概念 我还是那句话 你有什么具体措施 可以完成码头的一年的中转量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丁总有承诺呀 他一定 江涛同志 你别把这个 丁总总挂在嘴边啊 丁总没有义务白白帮你 如果丁氏集团不能实现承诺 那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完成你的承诺呢 你有什么备用换案吗 对啊 好 江局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不好意思各位领导 在这里啊 我想插几句话 丁氏集团 作为美码图的合资方 丁总今天派我来作为公司的代表 应邀列席我们今天的竞评会 在这里呢 我想代表丁总 传达一下他的意思 我们丁氏集团 确实愿意 有江涛先生 出任美码头总经理 如果江涛先生 确实能够如愿当选的话 我们丁氏集团 也会在具体业务上 对他给予支持 这个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当然了 这只是我们集团 内部的一个参考意见 仅供局党委们做一个参考 谢谢 郭局 有话就说吧 好 我有几个问题 想请欧阳特助说明一下 第一 丁总是以个人的名义推荐江涛呢 还是以集团的名义 第二 大家都知道 美码头经理这个职务 十分地重要 那么关于这个人选的决定 贵方是否通过了正式的会议讨论 第三 那是关于后面的货源提供 贵方是否又有明确的方案 还有实施步骤呢 请欧阳特助回答一下 郭局提的这几个问题 非常好 这点需要我们集团 做一次开会进一步的论证 今天我应要练习会议 代表丁总表达一下对江涛先生的支持 当然了 丁总的意思 也可以代表丁氏集团的意思 好的 谢谢欧阳特助的解释 我们都明白了 江区长 要我看呢 如果没有其他竞评者 目前江涛是最佳的人选 后面的事情呢 就让他就进一步跟丁总接洽 如果实在不行 谈不拢 不是还有你的吗 不是还有一位竞评者吗 下一位竞评者呢 下一位竞评者呢 如果没有我们就 等一下 我参加竞聘 下一位竞评者呢 一位竞评者呢 还我也太好呢 我看看 好 我接个电话 依娜 你是有九眼天珠的消息了吗 丁总 我问过这边的老板了 他说九眼天珠 世上只有一串 可以确定是真的 在拉萨大昭寺 释迦摩尼佛身上 其他市场上流传的 基本上都有可疑 好 我知道了 其他东西有消息吗 至于金印 它还是没有露口风 我也不敢深究 怕打草惊蛇 只能慢慢来了 好 辛苦你了 有消息我们再联系 律师你好 方便聊两句吗 你有事吗